監視器拍下 就在南門公園的大碑林前 戴著帽子 背著背包的女子 手上拿著不明液體 不停朝著石碑潑灑 一會兒站著 一會兒蹲了下來 幾乎每一座都不放過 結果造成石碑產生的色差 還出現捷徑的現象 有客一看 熱不住惋惜 一梯多年 前往的時候 兩三百年了 很不應該的啦 這是個古蹟嘛 幾百年了 大碑林被列為 台南市十大歷史建築 也是台灣百大歷史建築 總共有62座 像是清乾隆元年 嚴禁牛須勒索等二席的碑技 還有光緒年間 嚴禁附身求顧婢女的碑技等等 都是珍貴的歷史文物 警方不敢大意 調閱數百支監視器 發現女子是台北人 1月7號當天到台南來旅遊 先去附近的知名包子店 買了包子之後 來到大碑林 衝著62座石碑 潑灑不明液體之後 晚間七點才徒步走到火車站 搭車返回台北 警方湊絲剝繭 2月1號中午 終於鎖定這名45歲的女遊客 北上將她具體盜案 帶女士1月7日到台南遊玩期間 行進大南門揹淋石碑園區時 以橄欖油添加紅酒 潑灑石碑進行其自認為是 祈福的舉動 不會有造成一些腐蝕的一個情形 還是有必須要做一些清理的一個需要 破壞骨機 依文資法規定 可處6個月到5年不等徒刑 並科最高2000萬元的罰金 真的不能亂來 TVBS新聞顧首昌 彈彈報導